五号仔是个焦点 年星五日又创了暂时新高 表现挺不错 亦都是你最爱的多头排列走势 我想应该是没得谈的 加上昨晚的美股银行股 不少的业绩都可以 是否预视汇丰未来也不错 当然每一间公司去做出来的业务 业绩等等可能未必一样 但真的没得谈 你想谈它什么呢? 均线多头五条也是 成交有没有特别少? 这几天都持续多成交 RSI有没有特别背齿? 一般般三次都很肯黏住70 所以严格来说 也不需要认为何时倒去 反过头 其实有点像 如果你现在倒这幅图去反过头 其实美股都一样 就是这些图 所以大家在享受 照有它 相当上67和70有些之前的重仓 我还未进 既然那么好 那是否真的可以进入? 为什么我确实觉得 好像一进就轮到我要摸顶 那我们又试一下 不要那么集中 一两天这样的目光 我们试一下一两个月 你看看 二天线都基本上力保不失 那你不如等下 反正现在老实说 市又不是一面倒直升 那如果你说二天线 下一个半 那你说 可以不可以的? 会不会的? 你看看过去两个月便知道 其实你觉得它真是 即是直升机吗? 大哥 它每个月它都会下来的 那它不会今个月不下来的 是吧? 所以这个情况 其实你会等到的 不过你整天没有一个心 觉得一追就真的很想追 你追时一秒又好像很吃虚 接着要是真的追下去 你又心大心小 觉得我是不是摸了顶 不是的 其实你从过去这两个月 你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模式 就是震着震着 一顶高一顶 一顶一顶 一顶就高一顶 那你就期待它 下次下来二十天线的时候 你就买它 好啊 那除了看图表这个 就是你最擅长 但是汇丰拿着的时间 是怎样定呢? 譬如我现在继续保持货 那什么时候要走呢? 当然就是图表坏的时候要走 那第二件事 是不是要看着英伦银行 什么时候加息周期完呢? 刚刚你说了 短期内就应该不会 因为它继续打压通账 那又这么说 英伦银行 美国完英国都未完 因为真的要比较两件事 第一 美国已经是五厘楼上息 英国现在不是 美国的通胀已经下跌到低的息 因为是四分之五 而英国不是 现在英国还是很高的通胀 还是很低的息 就是说还有必要再加 所以如果 当然了 我不可以说英镑 只要是厉害 就一定会控制有得厉害 情况是在于 美国收皮 英国都未收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再远一点 因为现在这一刻 都未能够说得上 联储处收手 所以英伦银行收手的时间 会再远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